为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请教片 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需要老师的指点 高人指点 有这么一句话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月人无数 而月人无数不如高人之路 可能你很迷茫 你很痛苦 当你生命当中出现一个高人的时候 可能给你就那一句话 给你指一个方向 你的人生就完全发生了改变 就像当年的周老师 当遇到我的老师的时候 他就给我指了一个方向 未来在中国 房地产行业跟金融行业 一定会成为最大趋势的两个行业 我就去做房地产 我让我爱人去做金融 后来我们两个人都通过这两个行业赚了钱 也赚了人生中第一桶金 然后开始去创业去投资 真的有时候就是一个方向 包括我记得 在我很穷很牛的时候 遇到一个身家上亿的大老板 我就问他 我说您是怎么成功的 他说我小学都没有毕业 我是广东人 爱学习 他问我 他说你每一年愿意花多少时间 多少钱 在你的学习跟成长上呢 那个时候我没有 而他每一年会拿出30%的钱 投资在学习成长上 他告诉我说 他在北京北大乘客乘了三年 那天其实在桌子里面的 有我七八个同事都听到他讲的声音了 讲了这句话 但是多年以后 我就因为他这一句话 我直接去到了北京 我就真的在北大乘客乘了 一整年的时间 也是在那个时候 周老师在北大听了 我们80后第一个亿万富翁 理想的分享 也结识到了商界的老板 从此开始看商界杂志 让我懂了什么是IPO 什么是股权 什么是品牌营销 什么是上市 什么是企业文化 关于商业的很多认知 可以这样讲 有一半 我都来自于商界这本杂志 而知道商界这本杂志 也是在北大乘客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06年 在北京 那个时候记得周老师 真的是住在北京香山 离这个北京市区非常远 然后在这个中关村上班 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 然后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 在车上就在看书 然后上班上一天6点钟下班 然后马上去到北大 开始听课 北大的校园有一个贴公告栏的地方 在那个公告栏会公开 每一周会有三到四次 请一些知名的企业家来给北大的学生分享 那个时候北大管的没那么严 我们都可以溜进去听课 然后周老师经常会在北大各个校园的教室里面去听课 然后9点钟结束以后要马上跑 因为一般听课的请企业家分享的都在北大西门 要从北大西门跑到北大东门 然后坐最后一班去往香山的公交车 如果晚了的话 那就赶不上车了 因为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 打车是一件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有无数个夜晚 我跟我的爱人 然后在北大校园大雪纷飞 我们手牵的手开始在雪地里奔跑 每次下完课就要奔跑 因为要赶最后一班公交车 就不想错过老师讲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然后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滑倒了 然后马上起来拍拍身上的雪 继续奔跑 一般到家都已经十一点多了 晚饭从来没有吃过 讲这一段经历是想告诉你 周老师能走到今天 就是因为有不断的高人之点 现在的周老师也被很多人称为高人 我最近特别特别烦 那为什么周老师很烦之后呢 就是因为我发现 当他们来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告诉了他们的答案 结果他们不按照我的方法去来 要跟我拗 要跟我争辩 他们压根就不是来问我问题的 来请教的 他们是希望从我嘴巴里 给到他们想要的那个答案 但是我不可能给 我对我自己的名誉负责 举一个案例 今天我们有一个圈友 给我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周老师 最近呢 有一个大老板 想跟我合作 然后呢 他身价很多 好几个亿 我觉得他很厉害 然后呢 他也非常看住我的能力 希望让我帮他去销售他的一款产品 把他的产品放到我公司的渠道里卖 我也听我很兴奋啊 但是当我跟他交流以后呢 这个老板害怕我不用心 就让我交一百万给他 也算是成为他的代理 他还给我他公司的股份 他的公司会在三到五年之内上市 所以呢 我就想问你怎么办 我说同学 第一 你必须要非常清晰的去调查一下 这家公司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的产品能不能帮到人 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先自己试用一下 如果能帮到人 第二 你可以选择跟他合作 帮他去 把他的产品放到你的渠道当中 但是 不能跟他投钱 如果说 你今天跟他在一起合作了一年多 确实你也跟他赚到钱了 而且他的东西真的非常好 你觉得这家公司真的有可能未来上市 你这个时候在拿赚来的钱给他投 当我讲到这以后 我的回答已经结束了 而这个学生不停在问我 老师 这样不行 人家说了 不投钱 这个觉得我没有诚意 万一他公司上市了呢 老师 然后 我说不可能啊 没有一家公司 说上市就能上市啊 那也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啊 而且你把这家公司的资料给我看了 在周老师看来 他现在根本不具备任何上市的条件啊 周老师 不行 这样我会错过一个很好的机会的 万一我错过一个大商机怎么办 我说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呢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陷阱呢 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机会 这个老板 他看中的是你的渠道 看中的是你的能力 那你今天就算不给他交这一百万 你依然可以帮他卖他的产品啊 如果卖的好了以后 你们相互合作一年一年了 对吧 你也确实任何这家公司了 你也通过跟他合作赚到钱了 这个时候再拿赚来的钱来投 不行吗 对不对 如果说他不同意 那就证明这不是个机会 是个陷阱 他要的是你的钱 他不是要你的渠道 他忽悠你的 他要的是你的钱 如果一家上市公司 他需要你这一百万吗 还给你股份 还给你原始股 可能吗 如果我公司上市的话 我会轮到给一个陌生人股份吗 我肯定给谁 我肯定给我的家人 我肯定给我的创业伙伴 老师不行 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 这个老板很多钱 好几个亿是你 我都会错过的 我说你这样吧 如果你真的想投 那你就投吧 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 因为我的很多很多的学生 曾经跟我请教 跟你一样过 当他向我请教 我说完我的建议以后 他们不去采纳 还是去用了自己的方法 多年以后 他们亏了几百万 那一刻才相信 周老师说的是对的 如果说你非要拿着一百万 来去赌一把 那你就赌一把了 来证明证明 两年以后我们建分晓 或者说 我说这样吧 我再让一步 如果你投这一百万 对你现在的生活 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亏了 也就亏了 输家战略 那我就支持你投 老师那不行 我说咋又不行了呢 我现在我这一百万 我哪有一百万啊 我得贷款 我得借款 这是我所有生价 如果我亏了 我就完了 我说那你就不投 老师那我不投 人家不跟我合作的 就是我真的发现 很多人在向我 请教问题的时候 他在请教之前 他已经有了答案了 他只是希望 通过我的嘴巴里 把他要的答案给他 说出去 你知道吗 就是好比 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项目能不能投 不能投 找下一个 这个项目能不能投 兄弟 不能投 找下一个 兄弟你觉得 这个项目能投吗 挺好啊 投 行 我就听你的 结果亏了 多年以后 亏了以后 他风了就讲 就这家伙让我投的 就是因为听他的 所以很多人 他不愿为自己负责 我想告诉你们一句话 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听话照做 当你懂的时候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要不你就不要请教我 你要请教我 你就相信我 很简单 那结果不会骗人 你为啥不听一个 比你更有结果人的话呢 要不你就不请教别人 对不对 当你第一次问别人问题的时候 人家告诉你了 你不听 第二次你又不听 那第三次 谁还给你提一件 就像打游戏一样 明明你已经 那个王者荣耀 你打了十几年 你还是个倔强青铜 那周老师都是最强王者了 你不想当青铜了 你想升级 你想成为王者 好了 那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打呀 结果当我教你打的时候 你还说不行 要这样做 不行 要这样做 那我还愿意教你吗 你今天开了个车 你的那个车啊 你不车机太烂了 撞的那个七零八落 对吧 车都被你撞坏了 你身上也撞的伤心零零零 我是一个非常牛逼的赛车手 那开车太牛逼了 然后呢 你请我帮你把这个车 安全的开回你家 好了 我上车了 结果一上车 你就开始指挥我 不能这么开 得这样 不能这么开 得这样 这个档不能这么挂 得这样 来你开还是我开 那你还请教我干啥呢 对不对 最近还有一个 圈友也是 都已经负债几十万了 那人生都已经过得都已经 真的都已经没法过了 然后当周老师觉得他很可怜 想帮助他的时候 我发现我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反驳 我跟他说的每一个做法 他全部反的来 他还是在按照他的思维来 根本这种人你怎么辅导他 你怎么帮助他呢 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想跟大家讲一句话 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听话照做 当你懂的时候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和我就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 所以造就了我们两个人生的不同 结果不会骗人 对不对 你用你过去的思维 你不还是只能得到你过去的结果吗 今天有一个这样的高人 出现在你生命当中 为啥还不珍惜呢 我有很多很多的学生都是这样 你知道周老师当年一无所有的时候 找比我更厉害的人请教 真的 别人说一句话 给我指一个方向 哦哦了 马上去造作 强大的执行力 坚信 信与不信 没有中间地带 听话造作是一个动词 不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在以后的人生当中 要不你不找高人请教 当你开始找高人请教的时候 记住这四个字 听话造作 你不一定能够理解那些高人的思维 如果你能理解 你就已经是高人了 对不对 结果不会骗人 记住这句话 希望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唤醒你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